本文2287字,阅读完需要8分钟试者曾会想,难,1989年1月生,中共党员,生前任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, 2017年9月,宣派至宿州市永桥区之河湘陆湖村,任住村扶贫工作队扶贫专盖,2018年8月18日下午,宿州市永桥区突降暴雨,排查雨后灾情,是被雨中脱落电线击中,不幸触电神亡,年仅29岁,共青团安徽省美,安徽省清廉,日前追授其安徽青年五次讲章,荣誉称号, 突变来自人民网,惠HU,是鸟背的身影,安徽宿州扶贫干部曾会想29年的人生旅程中,一直如同他的名字一般,向上,直到8月18日的那场暴雨,看红墙写的第一线,一根雨中垂落的电线,终结了他的生命, 同事心中能吃苦的惠祥,同学院中的热心肠,春泥口中的小层,永远定格在了这场暴雨里,家中独子,父母本不同意他福音,29岁的曾惠祥大学里学的是采快专业, 2014年进入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,平日理事医院的财务骨干,任医院团委副书记,201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不怕苦,不怕类似同事们对他的第一印象,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,陆湖村住村扶贫,第一书记兼扶贫队长王炳福告诉南都记者,偶尔医院遇到加班,每次喊曾惠祥,他总是随叫随到,从没有一个不字,2017年9月,医院所在的宿,周志勇乔区组织向高费贫困村,派入村扶贫工作队,基层扶贫工作条件艰苦,许都村的位置十分偏远, 曾惠祥是家中独子,双亲年事已高,身体不好,起初并不愿意他去扶贫,后来,他不知想了什么办法,终于说服了父母,曾惠祥被派往了去河江陆湖村,距离市区约45公里,扶贫一时,王炳福便发现,这个小伙子虽在城里长大,但对农村适应能力很强,乡村生活不比城市,在陆湖村, 扶贫干部的每一顿饭都要自己做,夏天,往往一顿饭还没做完,汗边湿透了一斤,一不留神,调料挂往往盖上,没一会就飞满了虫子。 冬天,最冷的时候水管冻着包包响,扶贫干部们就没有水喝,得到很远的地方去接水,艰苦如斯,陈惠祥回城的时候,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求换人,扶贫工作和在医院相比大有不同,小到村民之间有矛盾,大到环境治理,村内未换件,村里的大事小事,都得扶贫干部询问,协调。 但陈惠祥融入的特别快,陆湖村,有4700多村民,一万多亩的,从村的最南端走到最北端,足足有4.5公里。 令王炳璞印象深刻的是,2017年9月中村会想来到村子里后,仅仅用了两个多月,就把村里建盗立强的185户贫困固471人全部走访了一遍。 老百姓不一定知道他名字,但你喊小曾,不管是贫困固还是普通农固,没有不知道的,牺牲那天,本是他的假日台风文比亚来了。 8月18日,安徽北部遭遇寒见风雨,塑州市高新区官方为博通暴灾行程,云区内积水严重,树木被刮倒,公交停运,区域停电,龙田被淹,曾惠祥所在的陆湖村险情同样严峻,最近的村庄离河岸只有200米。 8月18日是周六,曾惠祥本可休息,但他只是前一晚回到城里的家中,看望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,第二天一早就匆匆,回到了房旭抗洪一线,他担心贫困沉重的生命财产安全,房屋是否进水,有没有坍塌风险,老人们是否转移到安全地带。 这天上午,曾惠祥和曾干部们一起查看,了所有的牌老口,检查线轰炸是否正常运转,并在容易决堤的地段堆放防洪物资。 下午,他又到贫困户家去走走,却说老人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,时期时序,曾惠祥前往往海兹自然装继续工作,车刚到村口,一根电线在雨打的垂落,挂在了他的车上, 曾惠祥下车想把他移走,不幸触电,暴雨倾盆,直到时期时三十八分,附近的村民才发现了被电击的小藤,他已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 太可惜了,王炳璞连连说道,曾惠祥工作认真,积极负责,和同事们相处也很愉快。 王炳璞告诉南都记者,扶贫工作专业性强,曾惠祥掌握的业务知识,对政策的把握等待陆湖村甚至是整个知和乡,都是相当突出的。 他的离世,对村子的扶贫工作总是很大,据介绍,曾惠祥是家中肚子,结婚才两年,妻子正怀着三个多月身孕,父亲年慢,从前患过脑梗,得知他出了事,身体承受不住。 住进了医院,王炳璞告诉南都记者,他和同事会问问老人,正在给曾惠祥足迹申报消关荣誉,跟进后续抚去和待遇,饮工训职后,塑州市永效区位,区政府高度重视,积极做好相关安抚,善后工作,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一层惠祥同志为采摩,确实解决群众面临的一切困难, 扎实做好脱贴公街和看红墙写个项工作,8月20日下午,共青团安徽省累,安徽省亲临决定,追授曾惠祥同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,荣誉称号,任劳任怨,同学公认的热心肠,真是千度英才,曾惠祥毕业于安徽科技学院,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告诉南都记者,大学史,曾惠祥是班干部, 在学校里也积极活跃,任劳任怨,会计正业女生多,成绩好的也基本都是女生,但黑黑高高的曾惠祥每天为班级学校的事情忙里忙来,也是为数不多的成绩很好的男生之一,热心肠是同窗好友给他最多的评价,云云化名大学时和他一同在学生会共事, 他向南都记者回忆,以前他有个比赛请曾惠祥帮忙,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,中间有数次排列,他一次也没落下,听闻曾惠祥去世的消息,他的很多好友都不敢相信,8月19号中午,他的大学同学进军, 旺明得正了消息,坐在家中哭了很久,静军给他的手机号发了微信,久久没有回复,这才意识到,他真的走了,静军记得,大学时,曾惠祥对每个人都很好,毕业后有一次,他坐坐车到曾惠祥住处附近,当时已是晚上试点,曾惠祥二话夫书开车,将他送了回去, 翔哥,我们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,都在等你回来,在朋友圈中,静军写道,若是真的回不来了,记得在天堂保佑你的孩子平平安安,保佑你的父母健康长寿,记得来时再回吧。 出品,难度采连指挥中心统筹,难度人物新闻工作室才写,难度见习记者詹成峰C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本文字幕 Valve Web